哈囉大家好,我是Natasha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台灣混血兒的困擾 我是台灣混西班牙 出生到現在都住在台灣 簡單來說就是長得不像台灣人的台灣人 那麼以下就是我在台灣這十八年來 遇到的五大困擾 一,初次見面的人都會對我很好奇 然後就會開始對我身家調查 他們會問說 哈囉,你是哪裡人? 中文怎麼說這麼好? 是來台灣讀書的嗎? 你來台灣多久了? 有兄弟姊妹嗎?喜歡台灣嗎? 家裡住哪裡?家裡做什麼? 有男朋友嗎?各種 真的很想要掛一個 個人意料板在身上 就大家自己看 第二點就是很常被問說 你應該很多人追吧 很多人追齁 完全沒有這回事 我男人非常差 沒有男生朋友也沒有男生來跟我講話 原因我統整了兩點 第一個大概就是覺得我不會講中文 第二個就是說 我很有距離感 這個我還真的不知道怎麼解決 因為從小到大很多人都跟我說過 但其實我很好 很大大大沒有包袱的 這邊講的最近遇到的是 我在IG上跟一個我們學校的男生聊天的時候 提到我完全不認識我們班男生 然後他就說 蛤?怎麼會這樣子? 如果我是跟你同班的話 我一定會成為跟你聊天當朋友 然後我那個時候覺得蠻欣慰的 但是後來他就會開始一直傳訊息 跟我說 我剛剛在哪裡看到你在幹嘛欸 我剛剛走在你後面 然後有一次放學的時候 他是直接偽隨我 然後還背出我們家車牌 這不是跟著是什麼 什麼當初還說什麼 一定會跟我當朋友什麼的 結果還不是不敢跟我講話 所以我這邊最後澄清一次 我真的沒有很多人追 也從來沒有走在路上被藥過賣 第三點是校園生活 我國小到高中總共讀了七間學校 有些學校很接受我 有些學校把我當心情物種 每節下課 會有幾十個人在教室外面看我 很像動物圈裡面的動物 最後還要教官來幹人 有的學校很排斥我 我因為混血兒的身份 被排擠過很多次 有一次有一個自稱笑話的女生 她覺得我威脅到她的地位 她就在FB八文討論 要潑我鹽酸 讓我慧容 超扯 留言有幾百個人 全部都是我不認識的 甚至我連看都沒有看過那個笑話 非常理解 四 常常被當面討論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聽不懂中文 所以都會肆無忌憚的直接在我面前討論我 他們有各種看 盯著 斜眼看 回頭看我 還有各種講 還有各種講 悄悄話 直接大聲討論我 盯著我講 通常都是說 欸外國人欸 然後討論我的身材外貌 然後學校的同學就會說 她就是那個外國人啊 她是交換學生嗎 哈囉 我是在你旁邊欸 有一次我搭高鐵要下車的時候 我後面就有兩個男生 他們就直接 開始都有平頭論足 說 我的臉啊 胸啊 臀腿啊 怎麼樣 還有很多很噁心的話 直接當面被逸贏 我就 很不舒服 直接轉過去說 先生 我聽得懂中文 然後他們就非常尷尬 但是也沒有跟我道歉 所以呢 大家以後在路上看到外國臉 請不要以為人家都聽不懂 好嗎 搞不好人家台語講得還比你好咧 第五點是 大家都會直接 assume 我的英文很好 每次大家都會問說 你是混血緣嗎 我說 對 我是台灣混西班牙 然後問的人就會說 真的 那你英文一定很好 這就像是 你看到一個泰國人 然後你跟他說 你的英文一定很好 明明人家母語就是泰文啊 到底誰會不知道 西班牙文 世界三大語言之一耶 不認識我的人都是跟我講英文 所以如果我不會英文的話 一定會發生很多尷尬的事 跟大家講了一個去年發生的小故事 去年連假的時候 我搭高鐵 對號座都賣完了 自由座也都坐滿了 所以我就只能站著 這時候我突然憑血發作 直接在車廂暈倒 大家都很好心 讓了一個位置給我 水啊 食物 但是都沒有人敢跟我講話 這個時候就有個大姐姐 她就說 啊 我來我來 我會講英文 然後她就過來問我說 Are you okay 之類的 我就說 喔 謝謝你我很好 沒事了 很突然喔 她就說 You just landed 然後我就說 喔 沒有沒有我住台灣 然後她就直接轉過去跟大眾說 喔 她剛下飛機水土不服啦 超好笑 但是我那時候很想吐 真的沒有力氣多說什麼了 那麼以上就是台灣混血兒的困擾 像素都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不代表所有的混血兒 其實我們跟大家一樣都是人類 所以希望下次大家遇到混血兒的時候 把他們當普通人對待就好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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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у 就說 有 來 方麥 等一下 mini 鬼